好 接下来这一幕真的是笑不出来了 您看到搭捷运没想到会遇到死结 应该是所有台湾人都始料未及的吧 我们要还原事发经过 这件事情发生在台中市的南屯区 在南兴 这文兴南五路还有文兴路口 正值中午12点多的时候 您看到现场这个画面 当时呢 其实豪宅的建案在施工 然后吊车的钢梁掉落了 掉落的时候不偏不倚 刚好砸中了行驶当中的捷运绿线车厢 所以就出现了这一幕悲剧 导致最后八位民众受伤 还有一个人不幸死亡 其实你看这个吊臂 先是贯穿了隔音墙 然后贯穿整集车厢 车厢破了一个好大的洞 这个画面非常的惊悚 有女乘客搭捷运带爸爸去看医生 结果呢 爸爸在车厢里头被砸到头破血流 乘客呢惊恐开启了直播 跟大家说发生事故了 就像是呢 这普悠马号一样 内部座椅通通被撞到稀巴烂 而且呢 东西四散一地 车厢地面都是碎玻璃 您看到台中的捷运车厢 这个时候就像是电影《绝命终结战》一般 很恐怖 那后来就所有乘客立刻被疏散下车 那您看到呢 其实呢 民众呢 一边走一边拍 就出现了接下来这一幕 就是呢 走轨道中间的分离岛 直接离开 那事实上呢 市长卢秀苑第一时间呢 抵达现场 而且呢 市府要求勒令停工 不过你看呢 近年52岁的女乘客 当下被救出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因为呢 她人 其实直接被摔飞出车厢 然后卡在车底下 身上包括头还有腹部 其实都有开放性的伤口 送一抢救 最后宣告不治 她的身份到底是谁 我们也补充在这边 您看到这张照片 她其实是晋宁大学法律系的助理教授 警方已经通知她的包地被上认识 其他八位伤患呢 大多都是轻伤送医 包括谁 像是呢 国小男童 还有加拿大籍的男子 那台中市府呢 督发局到现场要勘查 证实说呢 新复发 拆卸施工 过程的确是处理不当的 您看到这就是现场拍的画面 总计开罚57万元 而且现在呢 针对这新复发 在台中的九处建案 通通都要停工 都要查 那乘客有话要说 乘客就说了 其实当时捷运准备发车的时候 他们就有听见呢 预警通报的广播 可是呢 希望说这个车速可以慢下来 但来不及了 因为呢 这个车站闸门已经关闭 同时列车已经启动 所以来不及挡 最后才会撞上掉臂 事后也有人爆料 您看到这些画面 工人施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系上安全神嘛 甚至还直接透过抖音开直播 拍下整个公安意外被骂翻 那事后呢 台中市府呢 启动了输运计划 事故路段 您看到就是这一段 市政府到九张铃是暂停运作的 最后是改由公车 还有客运的方式来接驳 而当时恐怖一瞬间 跟着我们镜头一起还原 消防人员钻进捷运铁柜 抢救被卡在车厢底下的乘客 黄色塔掉掉臂 贯穿车厢玻璃 把人给推到外头 他整个人卡在铁柜与车厢间 颈部腹部开放性外伤 伤势严重 事发第一时间 甚至没被发现 抢救时已经明显死亡 盖上白布 我们在最后在巡查车厢状况的时候 又在车厢的外面 铁柜下面有发明 发现一位伤者 那经我们去人员把他救出来 之后发现说 他的警 他有一些严重的 那个伤势状况 已经明显死亡 消防人员在死者 随身手提行李中发现证件 五十二岁的林姓女子 是静怡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 事发现场 台中捷运风乐公园站 已经围起层层封锁线 检察官在中介人员陪同下 将遗体送往殡仪馆相宴 三十一层楼高空 黄色悬壁式塔吊吊臂 不明原因从高空坠落 砸中台中捷运轨道 当时离站正准备起步的捷运 来不及刹车撞上吊臂 捷运车头碎裂 吊臂贯穿车厢内部 车窗玻璃碎裂 座椅东倒西歪场面惊悚 酿成一死八伤悲剧 当众来自加拿大的乘客 头上还绑着绷带 在医院外 回想起事故当时 余悸犹存 台中市长卢秀燕接获消息 特地赶到医院关心 受伤的八位乘客 大多为头部手部撕裂伤 幸好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死亡的五十二岁灵性女子 却没有那么幸运 第一时间甚至没被发现 详细死亡原因 还有待检察官相验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